曾與柯文哲搭檔選總統 新光集團公主吳新營 五號現身臺北地檢署 首度被檢調約談 大約問序一個小時離開北界 要跟大家說 就是剛進行的非常地順利 那偵查不公開 那也感謝大家的關係 謝謝你們 謝謝 因為政治建設被約談嗎 還是因為北市科的標案 吳新營這回以證人身份被約談 外界猜測很可能要查 柯文哲申陷的政治獻金案 就是阿伯這番話慘遭打臉 因為媒體早踢爆 包含吳新營地補立委錢 曾捐款給民眾黨二十四萬四千八百元 吳新營母親的企業 也捐贈給民眾黨共一百四四萬 對此民眾黨回應 吳新營配合調查作證 善盡公民義務 民眾黨予以尊重 外界也曾質疑 北市科招商期間 吳新營成了民眾黨部分區立委 候選人 與擔任新秀副總的時間 完全重疊 是否有瓜田 理下之嫌 在卸任前一年 北檢進南發了臺北市商辦的建造 高達八十萬坪如此之多 其中跟新光吳家又有什麼樣子的關聯 沒有用市政的資源來賣賣建租我們的市產 清華城跟政治獻金案都進入收尾階段 二號北檢跟二度約談 蔡碧如 蔡碧如也說他認為柯文哲應該一定會起訴 警察官有跟他透露 最近要寫起訴書 最快十二月下旬就會有結果 蔡熊孟皇家可的SN小組 台北暢報道